作词 李宗盛 树洞男孩行事在躲藏 跌倒爬起星空下仰望 穿上西装变成他要的起身模样 谁能没有受过伤 伤口是一种蜕变的力量 不完美又怎样 雨过天晴遇见了光芒 不完美也漂亮 半双翅膀也能够翱翔 不完美又怎样 只要对未来还有满分的期望 爱情总有落脚的地方 那不完美的你我 全部散场 孟茴睡了 孟茴睡了 沈亿 可是他为什么要叫我哥哥呢 现在情况有些复杂 在孟茴的意识里 她是阿姨您和沈亿的父亲 结婚之前的亲生女儿 是您婚后把她带进新家庭的 我明白了 我们是再婚重组家庭 我是孟茴的亲妈 我现在有女儿了 我之前是跟她讲过 我想有一个像她这样的女儿 没想到她真的把我的话 放在了心里 也就是说 我跟她没有血缘关系 只是住在一起的哥哥 哥 太好了 我还能做她男朋友 你是在笑我吗 孟茴现在把我当成的男朋友 你再要想一下这是为什么 你 是啊 这是为什么 孟茴现在把沈亿当做自己 亦父亦女的哥哥 并且 认为自己有了嫂子 小八 这个是假的 是一个误会 你问问孟茴她相信这是误会吗 那你相信这是个误会吗 她相信不相信又有什么用呢 孟茴现在不都已经是随爱的女朋友了吗 这是假的 麻烦大家搞清楚好不好 但是对于孟茴来说 这就是真的 哎 我到底做错什么了 孟茴我到底敢拿你怎么办 都怪你 你凶我干什么 你还觉得自己很无辜是吗 还不都是你自己做的 你干吗瞒着孟茴 对那个小八那么殷勤啊 孟茴不过是想劝和你跟你爸爸 装成你姐姐 你倒好 责怪她玩消失 现在好了 孟茴真的成了你妹妹 虽然真的成了你妹夫 你满意了 我都说了这是个误会 是假的 你跟孟茴一开始也是假的 那万一弄假成章了吧 哎哎哎哎 孟茴 停停停 都冷静啊 都冷静 唉 其实这个事情吧 我也是有责任的 我没有想出更好的办法 让沈亿回家 所以你们 都不要怪她了 那我能怪孟茴吗 当然不行 她现在是我的女儿 她做什么都是对的 那我能怪隋岸吗 隋 隋医生还要配合我女儿谈恋爱呢 已经很不容易了 不能怪她 不能怪她 那我不就只能怪沈亿了吗 你说你好端端的 干吗跟她吵架呀 那个孟茴现在一个人在房间 我要进去陪陪她 剩下的 剩下的你们得了啊 阿姨都能配合 都能配合 都能配合 现在还是想想 怎么让孟茴恢复吧 暂且还得再观察一下 总得知道她的愿望是什么 怎么满足她 是我错了 怪我 对 的确 我之前是拜托过你 帮我照顾孟茴 我会一直照顾下去的 如果你说的是 陪她谈恋爱那种照顾的话 我不需要 但是她需要 是吧 沈亿 我觉得你趁现在这个机会 把事情想清楚 那道伤疤 对你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 我清楚得很 你原本可以继续逃避下去的 你原本可以继续逃避下去的 但是现在选择题出现了 对于你来说 孟茴和伤疤哪个更重要 如果你想不出答案 那其实 你并不是真的爱孟茴 你们也不适合继续在一起 思恩 我怎么发现你变了 你居然会为了孟茴来指责我 你是不是有事情瞒了 我早就想问了 你为什么突然对孟茴这么好 难道你们 你为什么会变了 哪有路 你怎么了 好 好 思拉 我怎麼發現你變了 你是不是有事情瞞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对不起了 走 那个曾菊最讨厌他了 天天找老师告状 搞得像我们欺负他 是不是你跟老师告状 说我们欺负你 说你出包 没有 你给我说清楚了 我那天是撞你了 可是我没欺负你啊 我是故意的吗 你跟老师说完 我就在楼道里站了一下午 真的不是我 是我说的 你们不许欺负他 喂 沈亿 我最近总是想起他 其实我已经在帮你找了 一直没什么进展 有消息的话我会告诉你 你是 老师 隋岸 那是我女儿孟茴 小时候特别粘人 我特意把她放到吴小念书 就是想让她性格独立一点 可她还是一下课就跑来三小玩 真相 真的有那么可怕吗 今天约你出来吃饭呢 有重要的东西给你 你有空呢 去看一下 什么呀 你看完之后会有不一样的小巴 我给你的信封你看了吗 我忘了 你都不去小学确认一下 你就觉得那个小巴 是你要找的人吗 我不需要确认 她就是 那我再问你 愧疚和爱情哪个更重要 她是我男朋友 谁是你男朋友啊 谁是你男朋友 老师 对不起 当初如果不是我挑衅邓队 她也不会画上孟茴的脸 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特别想弥补孟茴和曾菊 是 我是她男朋友 你后来 有碰到曾菊那孩子吗 有 她是我大学的学弟 但是我一直没告诉她 当初的事情 一直瞒着她 还是她还你 希望她绝对她 你不认识我 她就不能不认识我 不是吧 但她下面是她继续的 雨桂 她是想要做什么 好东西吗 什么 这 这都是隋一声 帮你准备的呀 沈总 隋一声其实对你 真挺好的 这 沈总 你就别生隋一声的气了 不是 不是 你看这么多年 隋一声一直对你 都挺照顾的 我觉得这件事吧也 也不能突然隋一声 他只不过是想 陪孟小姐谈个恋爱 他这不也是为了帮名吗 你就当他是 陪您谈恋爱的 喂 同学 我要跟他写绝交信 这个笔也是 我现在去接孟呗 那个 这 这件外套 也是 这件外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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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 没事 噢噢噢 我的小孟茎 你怎么都起来了 医生怎么说的 让你躺着好好休息 你怎么能起来呢 来来 坐坐 感觉怎么样啊 宝贝 好多了 对了 妈妈给你熬的汤 尝一尝啊 慢着 好喝 妈熬了很久吧 那是 都熬了十几年了 你爱喝就好 慢慢喝啊 嗯 谢谢你今天来接我 吹一吹 好吃吧 嗯 都要吃了啊 不许胜 哥 沈亿 愣着干什么呀 跟你妹夫打个招呼呀 快点 你来了 哥 哎 毁了吗 就这么多手 好 孟茴 我们很久没出去约会了 要不要一会儿一起出去 走走 好啊 回去 你刚恢复不久 是个静眼 医生说了 散散步好得更快 是的 是的 医生是说了 散散步好得更快啊 来来来 去吧 去吧 散散步去啊 快点 快点 那麻烦你把孟茴的东西送回家 约会之后呢 我送他回去的 照顾好小孟茴啊 路上小心啊 早点回来 阿姨 这个东西你先带回去 我找人把你送过去 或是 来 您好 下药了 嗯 什么颜色 粉的吧 好嘞 哥 你怎么来了 我买 我怎么能到孟茴画别人的情 啊 来 贴迫 哎 奶奶 Dont几age 哎 哎 别酸 你也有 哎哎 来 给你 太哥 你能跟我换个颜色吗 这 哥 看不看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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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把把关啊 他是他对你好 还是我对你 兄妹之间的好 和情侣之间的好 是不是 你 摩天轮不都是情侣来做的吗 哥 嫂子呢 怎么没一块来啊 我拼做 优优优独播 突然跑 再来 救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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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害 救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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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了吧 他在关键时刻 根本不会保护你 这样的男人 怎么能让他照顾你呢 可是我不会在他那样的时候 因为任何人离开的 请问三位需要点什么 先生 你的名字 谢谢 孟茴 谢谢 我算是看明白了 你现在就是趁人之危 我要给你绝 沈亿 我这是包你的最后一次了 你如果还是想不清楚 孟茴为什么把自己当成你的妹妹 把我当成她的男朋友 你干脆分手算了 孟茴 我医院突然有点事情 我现在回去了 让沈亿陪着你回家的 我们改天再约了 他 拿着 我走了 来 我带你去个地方 我带你去个地方 好 好 好 来 多少钱 不要钱 刚刚那位先生付过了 我送给小姐您 靠近 隋岸这个人吧 你看他挺成熟的 其实 他做事很冲动 他 看上去 温柔 体贴 还不是说把你丢下就丢下 感觉一点都不在乎你 还有啊 他那个医院 这两年市场不是很好 感觉快开不下去了 总之我觉得他不行 要不你就跟他分手吧 你 你要是不好意思说 哥帮你说 以后找男朋友 要是要哥这样 知道了吗 哥 你怎么这样缝随医生 我 我 你怎么不做副家 我怕嫂子知道会生气 我 来 孟茴 你没有嫂子 我跟小八不是 你想象的那个样子 哥 你是不是把我当外人了 你怎么这么想 从小到大 你从来没有对 别的女孩子这么好过 可是你唯独对小八 那么体贴细致 有求逼应 她在你心中明明就不一样 那 那如果这么说的话 那我对你更细心 更体贴 而且我处处考虑你的感受 那我们是不是也不一样 我们是兄妹 没有血缘关系的兄妹 我怕的就是这样 你好不容易遇到一个 你想守护的女孩 不要因为我跟嫂子吵架了 好了 好了 你到底让你哥怎么办啊 你就是想要我嫂子 对吧 你就是想要我嫂子 对吧 好好好 小八 小九 小十 你想要什么都想 不是我想要嫂子 好 我想要嫂子 我安排 好 好吧 你 여자 family 我过来一下 徐副总 你不是说在公司的时候 不让我们两次见面吗 你这怎么还自己找我啊 这什么 苹果干细胞修复技术 是血清蛋白的平价替换品 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托关系找的 他做国际航班飞过来 就等着沈亿签字 现在被你毁了 你知道这里面 要浪费多少时间 多少金钱吗 心疼沈亿的心血啊 你要对这件事情负责的 我负责不就是你负责吗 再说了 我来公司又不是来工作的 你忘了 你是安排我来公司是干什么的 而且血清蛋白是你自己 想绣个力挽狂澜 给自己玩砸了 你也记得你是我花钱过来的 我才是你老板 沈亿是你的老板吧 你这样训斥我的话 要是被沈亿看到了 他是不是会误会你 你该不会真的以为 沈亿会把你当回事吧 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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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亚 你找小八是有什么事吗 没什么事 你把红色的夹地处理一下 赶时间 没事儿 先放着 工作不重要 今天 我能不能打扰你一下 陪我回到家 见一下我的家人 好 可是这个工作跟谁对接啊 沈云 这些文件麻烦你处理一下 辛苦了 嗯 蛤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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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叔叔 阿姨好 很高兴来到你们家做客 我是沈亿的朋友 我介绍一下 这位是我爸爸 这位是我阿姨 这位是我 我是沈亿的朋友 我叫孟茴 我做一遛狗狗 你哪会遛狗啊 你等等我啊 你们先聊会儿啊 我去给你们泡点茶 现在情况有点复杂 孟茴她其实是我女朋友 不是我妹妹 你女朋友 长得真好看 所以我今天叫你来 是想让你演我女朋友 如果她叫你嫂子 你就硬着 具体什么原因 我就不说了 事后我会好好感谢你的 没关系的 其实我能参加 这样温馨的家庭聚会 我就已经很开心了 我从小到大 还没有见过这样的呢 沈亿 隋岸来了 你去帮她停下车 好 这里我来照顾吧 阿姨 隋岸 我听我公苏的同事说 隋岸和沈亿是好朋友 他们现在可是情敌了 对了 对了 你喜欢吃什么呀 你跟阿姨说 阿姨让他们给你做 阿姨我喜欢吃你 阿姨看你这么瘦 一定是爱吃素对不对 一会儿给你炒俩青菜补补 喜欢什么颜色呀 阿姨带你去买衣服 阿姨 我明天去 阿姨 没空是不是 工作肯定很忙 没时间没关系 这个月没时间呢 咱们下个月去好不好 阿姨让沈亿约上你 咱们一家人一起去呀 我去给你们俩蛋糕吃 阿姨 您这是给孟茴演戏呢 沈亿不是都已经跟你说了吗 那配合我们 事后会好好谢你的 好 阿姨 你放心 我肯定好好配合你 阿姨 你看看 你这套首饰太漂亮了 就这橙色啊 一看就是上等的那种翡翠 不得了的 沈亿钱两天说了 说要给我买套首饰的 这两天不就是给忘了 阿姨 你说是你 这 这么贵重的礼物 我怎么敢收呢 我第一次登门 你就给我送这么贵重的首饰啊 小刀 你这么看重我 我就暂且先收下 谢谢阿姨啊 我先带着 真好看 嫂子 这个是叔叔送给妈妈的 传家的 是传给儿媳妇的 阿姨 没想到你这么看着我 阿姨 你放心 我肯定跟沈亿好好相处的 是啊 我是可喜欢您了 哎呦 阿姨 我也是可喜欢您了 我也喜欢这个 可喜欢了呢 谢谢阿姨 真好看 阿姨 您放心 我就带这么几天 配合您演出完了我就给您 真好看 你 我吃不下了 我吃饱了 阿姨 你都长这么好看了 还这么控制自己的身材 我都长成这样了 算了 我也不吃了 嫂子 你别客气 我再陪你吃一点 我不吃了 我去看一下 来 叔叔 你怎么来了 晚上没吃饱吧 我都给气饱了 叔叔 你是不是因为嫂子 总提伤疤的事情 所以不高兴呢 我知道 你和哥哥都因为当年的事情 心怀愧疚 但是我觉得 一个人要是能勇敢地说出 当年被伤害的经历 那说明他是真的不在意了 我希望你 和哥哥 都不要太为难自己了 既然伤害已经造成了 那就不要让他扩大 对吗 伤害都已经造成了 就不要再扩大了 你真的是这么小吗 嗯 宏慧 你真的是一个好的女儿 我现在想一个人静一静 你去忙吧 好 记得吃 喂 小蒋 我要你去帮我查一个人 沈亿公司里来了一个新的员工 叫小巴呢 不用了谢谢 我不冷 还是有点冷的 我先穿着吧 谢谢你 其实你并不喜欢我 你只是想让沈亿觉得 你喜欢我 对吧 对不起啊 我好像什么都做不好 你喜欢的人 一直都是沈亿 可是喜欢有什么用的 对他来说 小八才是最特别的那一个 对不起 我好像伤害到你了 不是你的错 是我们从一开始 就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从始至终 无论你变成什么样子 你喜欢的人 一直都是沈亿 你给我 你给我 我喝的是苹果汁 就一会儿中间 你跟着我干嘛呀 我这不是担心你喝醉吗 我上厕所你也跟着呀 沈亿 你想起来了 嫂子呢 没有嫂子 我 我就是跟那 我那天只是 我接吧 你先别喝了 等我回来 我给你解决清楚 你别喝了 你这种什么人 平安不管我 我 你这种什么人 不是 与我 我跟你说过了 我和我女朋友在一起 现在是我的私人时间 除了私人时间以外的任何时间 我都可以帮你做任何事情 但是现在不行就是不行 提我啊 我带你喝酒 你轻轻啊 我呢 我知道干 我干啥呢 小姐姐 去哪儿啊 你走着啊 我没仇你啊 她还想抽我 你动一个试试 你们要干什么 小姐姐 走 跟我哥俩喝两杯去 走吧 好呀 等我一下呗 真好 来来来来 有人陪我 你听话乖 再等我一下 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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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她身材 阿桃 你没事吧 阿桃 阿桃你没事吧 阿桃 我现在可以真烟了吗 可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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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你 我 我 我 终于 还 我 我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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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你 我 你 哎呀 头好晕啊 我跟你说了 你现在不能喝酒 有些事情 只有喝多了才能说得清楚 我们只是普通的医患关系 要么 你别管我 要么 从了我 喝酒 大哥 大哥 不好意思 我们还是会错过来 应该是 别走 别别别 我 我 你 你 我 我 你 孟茴朗 好 别喝了 我陪着你 美女 喝多了 喝多了 再喝点个 走了 再喝一点 再喝一 我 你谁啊 我是她哥 怕就此啊 放心 咱妹妹我会好好对待 妹妹 你干吗 你干吗 你的手最好给我老实点 动手是吧 我跟你说 自己的东西弄倒了 可是很多钱 等我一下试试 你们看到了 踏踹的 活动都没到 什么回事 老板 踏踹的 咱们都看到了 踏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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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赔 我赶快 谢谢你 我赶快 谢谢你 我赶快 谢谢你 再复杂的眼妆 也不仅你看向我的坚定目光 转转生活像花圆圈 逃脱不掉 后退不了 早就习惯着嘈杂时间 但我能感到你在此间 靠近你以前我倒数时间 想找到你 想抱紧你 为此我宁肯再等一千年 直到遇见你 美好的不真实 如此无语冷逼 你的双眼像钻石凝视着我 你是黑夜中的耀眼 真心我 别让我 在时间坠落脑 我 眼睁我 想起心 守护着所有的角落 让 我 我也爱过 感谢观看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